各式各样的 还有这个中阴对照 然后有白化的啦 什么熊孩子的啦 有比较这个军事专业的啦 然后有照片啊 有视频啊 有动画一应俱全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解放军丢出来的讯息 你不要看那张照片 边边不要表 这个角角 信息还让奇大无比 但这个呢 必须要有专业才看得懂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是最新的 刚刚这个亮哥讲这次没有实弹嘛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火光四射的概念 但是有动画影片 补齐了这个部分啊 他告诉你3D轰炸 一看这个位置大家知道 台北 高雄 花莲 为什么 我整个来讲 这次这个联合利坚2024A的演习 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 叫做战术速决 战略持久 他为什么这次只有动画 而没有实际上面打 因为就是战术速决 我让你美国跟日本 在来不及反应状况之下 我两天时间 大家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只演习个两天 为什么不搞一个礼拜 因为兵贵神速 如果说是拖久以后 其实对解放军来讲 是不利的 因为等到美国 日本 欧洲这些国家来干涉来讲的话 那后续来讲 他就不好处理 所以大陆有些博主这样讲 为什么是两天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这真是一个 武统的全进程的话 就是48小时结束 48小时结束 就是战术速决 但是我要讲整个演习来讲 是战略持久 怎么叫战略持久呢 你看现在是A嘛 然后再来B嘛 再来C嘛 那我们台湾国军 是不是每一天 这个赖清德 或者是顾力雄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那到底这后 未来这四年 是不是三不五十 就给你来一下 三不五十就给你来一下 你看到中间这个动画 就解放军中间有没有 这个动画就是有没有 炮火落下三个城市 也就是因为他这次演习 是用战术数据 就是让你触不及准备 来不及准备 每日都来不及反应 这状况是这样 那他就不能公告我演习 这个火炮要射击的地点 比如讲说我导弹要射击哪一个区域 就国际航运来讲的话 你要先公告 你不能说都不讲你炮就 飞弹就往那边打过去 会影响到 这个其他各国的航运的安全 所以他这一段来讲的话 他就不能用导弹来实施射击 那这一段来讲的话 他就用动画来表示 所以因为他没有公告嘛 所以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我认为来讲的话 到现在为止你看 日本跟美国来 真的是来不及反应 他从他宣布开始要演习 到实际上面 兵开始动作定位 总共只有15分钟的时间 所以他认为说 都是我两天时间之内 大概就可以达到台湾很多的重点 那我现在特别来解释 这几句话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这个什么叫做 这个 岛链的这个内外 一体联动 一体联动 然后跟情报依托 这个可能观众对这个持续 这都是非常很显然 第一次出现 我特别 这个什么叫做情报的依托 然后什么叫打击高价值军事目标 高价值军事目标 大家认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台湾的所有军事目标 不见得都是高价值 就解放军来讲 他认为高价值目标 就是老美的航空母舰 或者是老美的加油机 或者是预警机 这些是他高价值目标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打到 这些目标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有很精准的战场 即时情报 那怎么样来获得很精准的战场 即时情报 就必须要各战机的能够情报 互相联网 这是最密切的关系 打仗现在打的是 你要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来讲是我们自己国防部 公布的图 但是大家往往都注意到 这里面的战斗机啊 军舰啊干什么 我反而比要注意后面这两个图 这两个 你看这两个位置 它这种飞机很奇怪 它不是战斗机 这是什么呢 这是预警机 那预警机你看它位置在什么地方 它在大陆的内陆里面 甚至于是在台湾北部地区 是离开战场的位置 但是它预警机能够征收的范围很广 它可以接收到什么信号呢 甚至于卫星信号它都能够接收到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部海岸 台湾东部海岸这两艘军舰来讲的话 我特别画了两个箭头 大家不要认为说是这军舰 就一定是针对我们台东外海的 所以我们台东外海的攻击 其实它有可能是针对台东外面 也就是太平洋美军军舰 它利用它的雷达 或者是无人征收机 对台东外海美军来持援的舰队 来实施一个掌握 当这些情报讯息 能够整合到卫星 透过卫星整合到预警机之后 预警机就可以下令 不管是用军舰 甚至海底 各位你想想看 这时候的军舰来讲海底会不会有潜舰 在这边这个巡异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有这些情报的话 我就情报连接在一起 我可以立刻将这些即时情报 传递给我要打击的这种潜舰 或者是军舰055的大区 用它的应急飞弹 甚至我们后面等一下会看到有一段影片 它是它的轰6K 带着应急21起飞 那这些来讲的话就可以对来持援的美军的航空母舰 或者是预警机或者是加油机来实施攻击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按照它这几句话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当一般老百姓听不懂这些话 你看它岛链内外 岛链我们都知道 第一岛链很明显就是日本啊 这个台湾啊菲律宾 它岛链内外 内当然是指台湾海峡 我们出钱从日面上面来看 但是外是指哪里 我觉得外就是指台湾外海这边 就是西太平洋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包括到关岛这个地方 这岛链外面 那它这个外面岛链 它要打击的是高价值目标 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到 它这次来讲的话 演习的集中武器 其实它每一种武器 不管是火箭炮 在我们的画面这个框上面有 对 它每一种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 它都有它特别的含义 比如说我讲第一个 我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这个画面 是今天5月24号 解放军在上午演习现场的视频 对 对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它我们轰6K 很明显的轰6K在前两年 其实它已经整个 这件这个演习 其实它之前已经有很多的铺排过程了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轰6K带着英纪21 发射英纪21导弹的这种镜头 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已经看到 那这次还有展现出来 我们都知道轰6K带着英纪21的话 就是针对美国的航空母舰 因为英纪21它的射程就有1500公里 而且它是超高音速的这种 这个极音速的导弹 射程到1500公里 如果挂在轰6K上面 轰6K它的作战半径有7000公里 这么远 那可以打1万公里以外的目标 就是指到你关到以外的航母 这时候不管你雷根号 或者是哪一艘航空母舰来 所以这个很明显 就是指着它讲的高价值目标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原火系统 就是火箭炮 火箭炮来讲的话 它的射程 它以这个射程来讲是3350公里 那也就是它摆在大陆沿海的地方来讲的话 可以对我们台湾本岛西部地区的 所有机场港口 来做一个广面积式的一个轰炸 其实它这个系统不差于美国的海马斯火箭 那海马斯火箭在乌克兰战场上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威力在什么地方 那它的威力甚至于我觉得 大于海马斯的火箭系统 因为它的射程更远 它的口径更大 到370公里 370公里是什么概念 等于是美国的这个秘书里号 这个主力战舰的火炮口径 你想想看这么大一个口径的火炮 那时候主力战舰一炮下去 就把你一条船可以打成 那那么大口径的火炮 一家伙来了六发打到我们的机场 或打到我们港口 我们会是我们承受起承受不起 对我们看到在这个昨天第一天的时候 它不是有六大杀器吗 做了这个图 然后非常的精美解释给你看 今天在这个演习当中 它又是这个四种武器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有这个文字 我觉得它这个视频呢 是补足这个文字的不足 担心你看不懂 所以演给你看 那当然经过丽将军的讲 大家就会更清楚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